周永康 1942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后桥镇的西前头村 取名周元庚 一个散发着江南泥土气息的名字 青春年少的周元庚勤奋刻苦 与人为善 中学的时候因为一个同班同学跟他重名 改名周永康 周永康学习刻苦成绩也好 1961年的时候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 从此离开了家乡 1966年 他毕业来到了辽宁盘景 分配到了大庆油田 您知道周永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大庆油田 而在这个石油领域 他的这种基础也非常的深厚 在辽宁期间 对他打下的基础是什么样的 他做了些什么 1976年 他从这个乌坛处的处长 调到这个辽和油田的这个 政治部当副部长之后 他几乎是两年三年余升迁 这个步步高升马 他们我们记者在当地采访的时候 这个一些当时乌探处和这个 他在辽和油田的那些老同事 老工人都对他评价非常高 我记得他跟他一块搭过班子的一个负责人 他就说我这个人的脾气也不好 容易急躁 但是周永康我每次提意见也是冲冲 风风火火的那种口气很冲 但是周永康从来不计较 所以他这个人心胸很宽广 他们当时说觉得他还是很清廉的 中国毕竟是一个人情社会 逢年过节 下属也会去看他 邻里之间也会有一些来往 他送一些礼物 他也都会回礼 而且回的礼 绝对不会比人家送给他的礼要便宜 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 当时实际上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以后 有些在辽和油田 周永康待到辽和油田的后期 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也开始起来了 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批条子 拿油的这种不正之风 说周永康应该也不会信念 但是这种议论还是比较少的 另外一方面 他当年在北京石油学院的时候 曾经在文革爆发初期 武斗盛行的时候 保护过他的两位师长 而这两位师长后来都成了 辽和油田的一二把手 他们对周永康后来的升迁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石油对周永康来说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不仅在日后跟中国地质学家 黄基辛的小儿子结成了儿女亲家 而且正是这31年的石油生涯 给了他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 全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1985年 43岁的周永康 从盘景来到北京 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 1988年 石油工业部撤销 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周永康出任副总经理 期间在1989年到1990年 周永康还兼任 塔利木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 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等职 1996年12月 周永康担任中石油总经理 和党组书记 他比较善于去决断 然后比较敢于拍板 决策能力很强 尤其是他们 1996年的时候 他们拿到的苏丹的尼罗项目 现在的中石油的董事长 还有股份公司的总裁 都是当年的第一任和第二任的总经理 而且他在96、97年的时候 也主导了中石油的这种再一次的整体的 重组和改制 以及他们股份公司的上市的工作的推进 199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 周永康出任国土资源部第一任部长 而且顺利地进行了几大部门的整合 周永康在中石油一把手的位置上 呆了不到两年 就晋升中央部委 他的快速升迁 令人目不暇接 而他在国土资源部的位置上 也呆了不到两年 1999年12月 他调任四川省 就任省委书记 三年以后就调到了中央 就任公安部长 98年当时政府改革 那么成立了国土资源部 周永康呢 从个人来讲的话 他是他第一任能够担任国土资源部的部长 是他试图当年很重要的一个过渡 因为虽然在这个 他原来在石油部是副部级 那么后来去中石油总公司的时候呢 也是副部级 后来当总经理是正部级 但是呢 这种垄断型央企 他虽然垄断的很巨大的这种资源 但是他在政治序列上 他是处于一个劣势的 因此对于周永康来讲 他如果能够在一个内阁中间 担任一届部长 那对他的今后的仕途是非常重要的 他到这个国土资源部之后呢 他就很快听到一个反应 就是他们的那个 那个这个员工住房啊 这个干部住房 这个非常缺 而且非常小 比那个石油部的那些 原来在石油部的时候那些 做房调研要差很多 一个教授及高工 可能还都分不到 这个两室一厅 那么因此他了解情况之后 马上就拍板改房子 1999年 周永康赴四川担任省委书记 周永康对四川政坛的影响 持续的时间更长 程度更深 他不仅在这里 实现了人生的重大飞跃 而且离任前 还完成了重要的任事布局 在该省的最高权力机构 四川省委常委会 留下了三个举足轻重的棋子 李春成 李重喜和郭永祥 周永康在四川待了三年 他当时是从中石油 从中石油 然后到了国土部 然后就到了四川 其实他之前在四川 应该是没有什么根基的 因为四川是农业大省 然后他去了之后 讲非常强调农业现代化 然后他们当时采访的时候 他们讲如果 他到了地方上去考察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某个市的 当时的领导 还是讲传统农业 然后他就后来都把人给撤了 就是非常强势 然后推这个东西现代化 然后包括新西产业 以前其实成都 四川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基础的 然后他很力推这块 然后当时像核燕的过程电子 什么东西 那时候起来的 再有就是比如说发展旅游 像四川的峨眉山 很多旅游 思源很好 但是其实很落后 他就是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做的 还是比较漂亮的 然后从人脉上来讲 他当时是 从成都这块 他是提拔了李春城 然后他还带了两个 从国土部带了郭永祥和内奇能林 两个大秘和他的两个秘书去四川 然后他们 他走了以后 郭永祥是长期留在四川 最后被抓也是在四川 那新西林是去了海南 然后最后被抓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李同喜 他当时是在02年5月份 就是周永康走绝前 立派众议 把他提拔成纪委书记 2002年11月 十年六十的周永康 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 并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同年12月 他又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并当选公安部部长 至此 周永康成为政法系统 仅次于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罗干的二号人物 2003年3月17日 周永康当选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 在国务院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中央政治局委员 兼任公安部长的情况 也有近30年未曾出现 周永康以公安部部长的身份 进入中央政治局 得益于当时很多特殊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90年代 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 贪腐 民生 公民权利保障等矛盾 也日益突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 社会维稳压力极具 而执政党对于政法系统 特别是公安力量也就格外的倚重 一个维稳宗制的时代也由此展开 而周永康有过巨型国企 一把手和风箱大力的 这样丰富的资历 在这十年它更是如虎添翼 权柄欲重 911之后 其实在整个全球范围内 安全局势都非常复杂 因此当时中央他们有一个判断 就是2003年的新一届的这种政府 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这种负责人 来管这个空间法司 这个强力的国家机器系统 而这个周永康呢 他出生是这个石油 石油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大会战的这种模式 在中国 它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管理 而且它当时跟政法系统 没有太多的关系 也属于一个相对 不会太受这种几十年的 这种空间法系统的 这种传统的这种利益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强力的干部 他在做公安部部长的时候 可以说就是从公安部 公安系统干净 他们个人来说的话 他们对周永康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他们认为他给他办了很多实事 比如说公安的这种办案经费的不足 周永康都会很有办法都解决掉了 他在任政法委书记的时候 曾经通过了两个证据规定 这两个证据规定是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还有司法部 包括中央政法委 等我五个部门发的 这两个证据规定 一个是办理死刑案件的证据规定 还有一个是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这两个证据规定 因为我当时参与了这个选题的采访 据我了解的 从有关专家的处了解 当时这两个证据规定 在最高法院讨论了将近十多年了 一直就数字高歌 不能实施 因为遭到了一些权力 两个规定实施以后 权力会得到限制和削弱部门的强烈反弹 但是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以后 那一年正好赵作海案爆发了 赵作海案爆发以后 大家对冤案 刑讯逼供 警察权力过于扩张 所造成的刑讯逼供 造成的这种冤案会特别愤慨 就借着赵作海案 在全国民怨沸腾的时候 政法委当时周永康拍板 就决定了推出了这两个证据规定 他就对薄熙来的插红打黑 他应该是持一种 从新闻报道来看 他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他甚至到了重庆 为薄熙来的这种唱红打黑 去发声 去表达这支持 所以这一点 也是他这十年政法王的一个污点所在 因为唱红打黑 唱红消耗的是国家的财政 你的所有的经费 是来自于国家财政纳税人的钱 打黑实际上是重创了重庆的民营经济 随着周永康步步高升 其亲属家人鸡犬升天 围绕其四周的权力同盟也越来越强大 我们首先很快就发现了 周永康的儿子周斌的问题 他和一些四川商人在四川拿水电站 在北京拿中石油系统的信息化的单子 作品的公司是比较多 但是他真正作为股东出现的 就是中学阳光能源拿下的单子 包括中石油当时八千个加油站的信息化管理 是这样的一个公司 其实规模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们知道的 他的最大利益生意赚钱的 是当时在0708年的时候 他拿到了陕西 整个长庆地区 有很多 大概有十几个民营的区块 就民营企业拿到的石油区块 它是其中一个 长海和长印区块 但是他拿到的是 当时价格非常低 只有一两千万 最后他到手五亿多卖了 这个我们所知道的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笔投机倒把的一个生意了 应该是一个股权转让 通过股权转让 把这个很快套现了 然后他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项目 是跟当时的中石油的老总 蒋介宁还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然后这个实际的操作 在强劲的这个区块 就不是以他本人出面 就是以他的这个代理人这个明晓东 明晓东是他的这个大学的同学 然后也非常能干 也是学石油专业的 然后基本上就是帮他打理这个石油方面的一些生意 然后另外的一个代理人叫吴斌 是一个四川的本地人 他是帮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更早期的时候 在四川的一些像这个水电站 房地产 还有包括北京那些文化传播公司 什么的去做这些 涉及到的这个公司有将近100家 涉及到的这个周家的这个 他自己的亲属和这个 他的白手套 还有一些他的这个 比如说中石油的蒋介宁 这一条线的 四川的郭永祥这条线的 宇春这条线的 这是周氏王朝最后的辉煌 2012年冬天 一场围猎 悄然展开 环环相扣 高潮跌起 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 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党委副书记蒋介敏 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 依法对公安部党委 原副书记 原副部长李东升 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并采取强制措施 虽然早在2013年12月 周永康已经失去自由 且外媒已有报道 民间猜测四起 决策者并未急于公布消息 而是一方面 继续按照计划 加紧推动调查 坐实证据 毫不掩饰自己调查的指向性 另一方面 对外媒报道 无论对错都不做反应 只要是触犯了党纪谷法 都要受到严所的最长和严厉的陈处 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 你懂的 周家两度被超 周永康的弟弟周元兴备受打击 2014年2月10日沉 虚岁七十的周元兴离开人世 有一百六十多位他的亲友 参加了周元兴的葬礼 但是周元兴的几个自亲 他的哥哥周永康 他的嫂子 就是贾小叶 他两个侄子 还有他三弟周元兴夫妇 周元兴的儿子周峰 都没有出席他的账励 在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基本上都失去了自由 周世王朝不是一个简单的贪腐集团 而更像一个稀稀理化的黑客帝国 周永康身份敏感 在国家权力机构有着深厚的掌控力 他横跨四川石油正法这三大山头 更是层栏叠杖 数大根深 查处周永康案进一步证明了 新一届领导反腐无尽去的决心 也打破了改革开放以来 刑不上常委的政治前规则 新一届领导反腐无尽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